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5月25日 普列西将与杜茶商讨未来 自2019年加盟车路市以来 基斯店普列西的表现可圈可点 由于伤病的原因 本赛季她在车路市的出场时间并不多 今年夏天基斯店普列西可能会选择离开车路市 据阿斯报消息 基斯店普列西将与主帅杜茶进行会面 讨论她在兰军下一个赛季的未来 本月早些时候 基斯店普列西的父亲在推特上表示 基斯店普列西对本赛季出场时间少而感到不开心 不久前 基斯店普列西还在Instagram上去关了 Chelsea FC 这引发人们对她想要离队的猜想 基斯店普列西自从加盟车路市以来 她一直在与伤病作斗争 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这也是她缺少上场时间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杜茶也高度赞赏了基斯店 普列西每次都能商与强势归来的能力 杜茶说 基斯店普列西和卡尔 夏维斯的近况都是一样 他们两人需要肩负扭转球队局面的责任 这也是他们的责任 他们的表现值得赞扬 他们所做的一切令人叹服 你可以在球场上看到这一点 在刚刚结束的赛季里 基斯店普列西代表球队在各项赛事中出场38次 攻入8球 并贡献5次助攻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